0601這邊,那你可以往下去再找一下 其他的話還有蠻多可以練習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那個有關台北市政府的相關 這邊還有像停車的 這個也有類似的那個 比如說捷運站的停車坐標 這邊也有一個練習題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練一下,有關台北市的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0602這邊 那這個主要是根據新北市的開放資料 那我這邊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新北市的那個開放資料在這裡 OK,感覺起來 似乎好像這個資料量好像就不像說新北市 我是覺得好像不像那個台北市 感覺新北市的進步是看得到的 之前真的是沒有那麼整齊 然後亂七八糟的都找來找不到 但現在感覺好像越來可能真的有人在很 有稍微用心在這部分吧 OK 反而是台北市的資料好像 就是有的時候好像真的做表面公布的還蠻 常常點進去奇怪 那資料本來我想要找的是也許以為是什麼資料 可是看到的GRG也是不能用的資料 還蠻多的 就有點塞很多垃圾在裡面 好像感覺這種跟那種他們的風氣是不是有點關係 這個就不會,這個好像點進去就好 大部分都正常 OK 那這裡的話呢 比如說傑森 他有2000多筆 XML也有2000多筆 CSV也有2000多筆 感覺就蠻平均分配的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那可以關鍵字搜尋一下 我這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底下的話有一個什麼 就是UBI的那個系統 這個UBI系統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也蠻詳細的說明 比如說欄位有幾個欄位 欄位的名稱 他用英文的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英文名稱 對應的是什麼實際上中文名稱是什麼 後面瓜五也會出現 但是這個裡面給的欄位數其實相當的多 那底下也有傑森 也有XML 也有CSV 那這個難度似乎 就又稍微更大一點 因為為什麼 它的欄位數也有特別多 不過裡面的話 當然有一些資料是我們需要的 有些其實不需要 所以我講過 你可以就是抓你需要 外面一樣是中瓜五 底下最後一樣也是中瓜 所以裡面的話一樣也是個字典 所以字典的話 你要知道說頭尾在哪裡 比如說第一筆資料 基本上就在到這裡吧 有沒有 痘點找到了 有沒有 第二筆資料 到這裡 有沒有 OK 那你要必須什麼 假設一樣 你要把它變CSV 或者變資料庫 這個也是一個練習 因為我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講解了 那我有把做完的程式碼 一樣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自行參考 當成是練習 因為這東西其實就練功了 你要以後能夠很順的 反正看到什麼就自動可以把它轉換出來的話 我想應該就比較沒什麼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就是XML 這個也是一棵樹 這樹的名稱叫Data 不管叫什麼 反正我需要的東西 它裡面變成叫Raw 一列的意思 然後裡面又對應Tag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個跟剛剛那個好像也是大同小異 所以把程式稍微改寫一下 這個XML也是可以很快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給各位自行再當成練習題 那我們可以下載的資料 一樣可以把它用Excute Many 快速的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底下有蠻多的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講解的話 那我們就放在這邊給各位自行參考 另外其實除了新北市政府 有做那個UBI的開放資料之外 其實中央也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幹嘛做兩次 而且真的一模一樣 我給兩個說好就好了 乾脆放中央就好了 可是他們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 不過它好像這邊是什麼 新北市 它後來好像應該有協調 把它轉成新北市了 其他的話這邊也類似 還有更多啦 相關的東西請各位自行 再去找申告 反正就多練習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盡量用固定的一套SOP 有沒有 大概都差不多 只是差別XML多一步 就是一定要先存檔 再去開檔而已 其他JSON 反正你就下載 放在一個HTML.test的一個變數裡面 那我再把資料做切割嘛 切割之後看你要是塞到資料庫 或者是轉成CSV 應該都差不多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多多練習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接下來還有就是 0603的部分 因為剛剛有特別提到有關那個CSV部分 那這個CSV 如果說今天 假如 你想要成為開放資料來源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去抓別人的 那如果未來你想要變成 你要提供給別人一個CSV檔 或XML或JSON的話 那你要該怎麼做 你是變成你是提供者 OK你要怎麼提供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都是我們駕站 比如說我們要一個server 在server上面呢 webserver好了 你就放個檔案嘛 在那邊 給人家連結 人家連過去就可以抓的到 但是我這邊教過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用自己的server 而用一些像 基本上就免費資源 其實Google它有提供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讓你很快的 就成為一個開放資料來源的 算是一個方法 那其實主要就用什麼功能呢 其實用什麼用雲端硬碟 就可以了 雲端硬碟裡面第一步 比如說我以什麼會員資料當成解說 第一步你需要怎麼把那個練習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把這個練習下載好了 會員資料 第一個你需要一個Excel檔 假設你要把Excel檔當成一個來源的話 那就這個檔 你要丟第一步你要先把Excel檔你先找到 第二步的話呢 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當成是開放資料的來源的話 很簡單我先把它放別的地方好了 放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我想應該大家都有雲端硬碟 它基本上免費的空間應該是15GB吧 你們可以善加利用 不過它給我的比較多一點 它給我28 OK 然後我比如說我今天要丟Excel上去的話 我先找個地方放TEMP好了 那我要怎麼放 首先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檔案 直接丟上來就可以 不過丟之前我建議各位先去確認一下 在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先設定的地方找到一下 設定在齒輪的地方 確定一下就是說 你這個轉換上傳的檔案有沒有打勾 這個地方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先打勾 打勾之後按確定 按完成就可以 然後再來怎麼樣 你可以按右鍵上傳檔案 或者是說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用拖拉的 比如說我把這個拖拉 那它會幫我把什麼Excel檔 直接上傳之後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變成Google試算表 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呢上傳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Google試算表的話 它的圖示一定是長這樣子 前面一個什麼 一個十字的形狀 但如果你剛剛那個設定的地方 沒打勾的話 它上傳的就會是Excel檔 也就是它保留Excel 它不會幫你轉換 如果是Excel檔 你就沒有辦法做開放資料 OK 然後呢上傳之後的話 成功了 接下來請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只要做一個小動作 它就開放了 哪個地方呢 特別是 我覺得Google的試算表 這個Google的試算表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 我也蠻常用的 我也因為把它當成雲端的一個連結 直接給別人 它可以自動去更新 我把我的資料欄放上面 你們以後就更新 我這個資料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特別去做什麼 而且另外呢 我也不用特別駕站 你想說老師 那你沒有自己架設網站的話 是不是駕站比較好呢 其實也沒有 因為你駕站你要維護它 而且呢我反而 我發現那個有的時候 你維護它 你還要有個不斷電系統 你還要擔心駭客的入侵等等的 然後呢 如果你放在Google上面 我反而發現它的穩定性 甚至放在我自己的搜尋上 還要穩定 因為Google全世界 我印象中好像在愛華達州的沙漠 它就至少有200萬個搜尋 24小時的運作 而且200萬這個數字 是很多年前的數字 現在不曉得多少萬 可能現在已經 你們可以查一下 200萬個 24小時 意思是說你根本不用 所以很多人會一直問我 老師你不擔心說你資料放名單 會哪一天突然不見嗎 我反而比較擔心我口袋裡面的錢不見 我反而比較不擔心我資料不見的問題 為什麼 它基本上會不見的可能性應該就是 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發生核彈了 資料不見的其實我們也不見 對不對 我們應該也不存在的 所以這種假設性應該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不用擔心吧 可能我是這樣想的 如果你有別的想法 也許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然後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開放資料 你只要在檔案裡面找到什麼呢 發布到網路 發布到網路的地方 你就找到這個工作表 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CSV 但目前它提供的功能就網頁 CSV 然後其他的 不過我們主要是CSV好了 你就按發布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底下就會幫你產生一個這個連結了 這個連結實際上就有點類似像 在台北市政府或新北市政府中央單位提供給我們的那個連結 那我只要把這個連結怎麼樣給別人 然後對方如果有一個Python的程式好了 他一樣可以去抓這個連結 一樣可以針對他那邊的database做同步 比如說他抓下來去同步他那邊的database 反正以後我就更新我這個連結就好了 這樣不就簡單了 對不對 所以user端或者是客戶端 反正我就放了一個 一個類似像這種試算表 反正以後你們都以我為 我這邊的data為主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等於 當然應該也有人用過了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還蠻ok的 因為不需要花到任何的費用 就有我想要的預期效果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0603這部分 再來的話待會我們來 就要更上一層樓 就是我要抓的資料 就不單單是什麼Jetson CSV或XM 而是網頁上面的資料 那其實為什麼後講 因為主要網頁上面的資料 真的相對的比較複雜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抓什麼 抓YouTube上面的這些東西好了 按右鍵 你看檢視原始碼 抓下來的東西是什麼 你會發現原始碼是什麼 天啊 這什麼 而且總共有1000多行 光那個 這個清單好了 我剛剛這邊有個清單 光這個畫面 按右鍵 你會發現檢視原始碼 就1000多行的層次 然後裡面的話呢 包含了至少會有三個東西 HTML語言 跟CSS的樣式表 跟JavaScript的程式 都放在這個網頁裡面 那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很簡單 我只需要把這個的標題 跟這個的超連結 幫我抓下來 那我該怎麼辦 以前的話 我可能要用滑鼠點 然後CSSC CSSV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連結按右鍵 複製它的連結網址 對不對 然後你一個 一個 一個 如果你一堆的話 比如說我們清單一堆 想要你要找網路上的相關資源 那你會慢慢做 做到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只希望 用Python 快速的幫我找到我要的 title 跟link title link的話 該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實呢 後面呢 我們除了用request之外 還會再用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模組 叫做Beautiful Super Beautiful 就漂亮 Sup 就湯嘛 OK 那為什麼叫Beautiful Super 其實我現在也沒有答案 其實 它其實Beautiful Super 只是希望做到什麼呢 把那個 網頁裡面一堆的東西 抓到你要的那個部分 OK 就是它的主要功能 可是它的名稱叫做Beautiful Super 好像沒什麼關係 OK 好 如果你們有答案的話 也許可以告訴我一下 為什麼 這個作者 他要取這個名稱 Beautiful Super 好 OK 美麗的湯 為什麼要喝 還說外國人他們 不知道 不研究 反正主要就是 我如果要取得網頁裡面 我要的那個部分 我要的那個部分有一個特殊性 所以你要把那個特別的它的特徵先找出來 那自然而然呢 你就會找到你要的東西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 試著做做看 我剛剛講那個開放 如果你自己要建一個開放資料的來源的話 我是還蠻推薦的 你用Google示範 因為這Google示範 我已經用了超過十年了 我覺得穩定性 甚至比我自己價賺還穩定 而且沒有費用的問題